Hello 大家好 那么今天这个video会非常特别 因为我要向你们介绍我的工作室 那么之前我们是在我的房间里面工作的 我的房间很小很紧 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搬来这个比较大的空间 也比较舒适的环境工作了 那么我很期待要show给你们看 好 废话不多说 我就带你们来参观一下我的制作室吧 Let's go 好 向你们介绍一下这个空间 OK 那么这个是谁的位置 这个应该算是鲍雅哥的位置 可是他现在人不在这边 因为他还在念书 可是他每次学校放假的时候 他都会过来这里帮我啦 所以这个位置算是我特地留给他的 好 我们再去下一个吧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座位 就是班长的座位啦 然后鲍雅哥的座位就是在他的前面 那么他也是一个YouTuber来了 然后他比较常拍的video是关于gaming的啦 玩游戏的 大家也可以去subscribe他的video 不过他除了玩游戏还有拍很多其他的video啦 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去看我的座位啦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座位了啦 接下来我都会坐在这边剪辑video给你们看 然后我的screen会比较长一点 比较curve 因为为了要让我有更多的空间来剪辑啦 这样我会比较方便一点点 有一件事情让我很开心就是secret lab 赞助我这场gaming椅子 哇 这是我一直一直都很想要的椅子 非常感谢secret lab的赞助 让我不止可以在舒适的环境下工作 也可以让我坐在这张舒适的椅子剪辑video 这样我就可以剪出更多好看的video给你们看了 那么在我电脑桌的后面 就有一个小小的客厅 一个小小的天地 那么我们偶尔可以坐在这里 看电视啦 看youtubevideo啦 在这里好好的休息 或者上一上网啦 嗯 好啦 我觉得我要睡一下这样 老板睡觉了 可以玩它PS4了 哇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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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么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 就是我的收藏品 我有买两个架子 然后这个架子就是放你们送给我的礼物啦 这一个架子就是放我自己的东西啦 那么你们送我的东西 我都有好好的收藏起来 然后就好好的摆放在这里 真的非常非常感谢你们送给我的礼物啊 这个真的是很喜欢 那么这个就是我放器材的地方了啦 然后 这些都是我的宝贝来的 我很恨他们的 然后有一些是我从以前就已经买了 就有到现在 有一些是刚刚买不久了啦 那么你们可能会觉得我的器材很多 但是对于同行来讲的话 其实我的器材算是少了 不过 没有关系 我们就用最经济的方式 拍出非常好的素质影片 我会努力的 那么我们比较希望我们的员工 可以吃的健康一点啦 但是偶尔一点零食 其实是 嗯 可以的啦 可以的啦 不要吃太多咯 要喝多一点水咯 然后肚子饿的话 嗯 也是可以煮面吃啦 但是 嗯 不要煮太多啦 一点点就可以了啦 偶尔喝一点甜水一点汽水 也是可以的啦 你们要什么你们自己拿啦 我是比较喜欢喝麦肉啦 然后如果他们想要吃巧克力 也是可以的啦 我们这里还有冰淇淋哦 啊我们这里还有很多东西吃 啊你可以自己选哦 自己拿啦自己拿啦 那么这个就是我的自作事了啦 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 有你们的支持 我才有今天的成果 接下来我会继续的努力 会继续在这里拍很多很好看的video 给你们看 然后也非常感谢你们 因为花时间把这个影片给看完 我很开心可以跟你们分享 那么这个video就到这里了啦 我们下一个video见 拜拜